大家好,我是阿Wing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中華傳統的茶道文化 我們一起去片段吧 我們在宋朝的時候,除了剛才的清池 還有另一個黑池茶具 又或者有人叫做黑窯茶具 在這個圖片裏面,就是一個建窯出產的套號棧 大家會看到它的顏色很深 近乎於黑色 好像在圖片裏面見到的,幾乎全部都是黑色 為什麼會叫做套號棧呢? 因為大家看看它裡面的花紋 是不是像兔仔身上的蠔毛一樣很幼細呢?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叫做套號棧 其實就是這個油水,它上了油之後 向中間流淌的這種情況 在流淌的過程當中,它會形成不同的花紋 除了套號棧之外,很可能還有其他不同的花紋 例如藝油滴,借菇斑,珍珠斑等等不同的花紋 甚至還會有耀辯的情況出現 其實它為什麼會做這麼黑色色的茶具呢? 其實和當時喝的茶也有關係 送袋的時候,我們喝的茶也是以白茶比較多 而且當時我們會是要豆茶的 豆茶的時候,等同於我們現在日本茶道 用的這種點茶的方式 大家有喝過日本的抹茶就會知道 面頭會鋪著一層很細密的泡泡 當時宋朝的點茶就是這樣 而且他們是用白茶,所以他們的泡沫會很白色的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我們當時用的是白池茶具 白色豆白色可能看得不清楚 所以如果用黑池茶具的話 白色和黑色就是很好的對比色 他們就會看得非常清楚 今集我們先分享到這裡 如果想知道更有趣和內涵的中環文化 記得留意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共聯最新YouTube節目阿共Channel 在YouTube等你啦 記得CLSS,按下小鐘 留意我們最新資訊